各位同學好 今天的課程要介紹的是做包子 那包子饅頭都是很像的類似的一個作品 那我們那個包子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要揉麵團 要揉麵團呢 我們就把中筋的麵粉放進來 放進來 放進這個缸子 這個攪拌缸裡面 放進這個攪拌缸 再來再把這個糖放一點進來 那糖通常用量是比較少 它主要是要讓這個酵母菌呢 能夠很快速的利用這個糖 再來 酵母菌我們可以先用 先用這個糖水呢 讓它前發酵了以後 讓它前發酵了以後 放進這個攪拌缸裡面 那我們快速的 快速的讓這個酵母菌 能夠快速的發酵 所以呢我們通常就是放進 酵母菌在這個糖水裡面 讓它能夠快速的長 再來呢 長好了的酵母菌呢 長好的酵母菌我們就放進攪拌缸 那等一下加水再多一點 好 那我們就是把我們的 我們要做成麵糰 所以呢我們除了把麵粉放進攪拌缸 再來把糖放進來 還有把酵母菌 先在用糖水養了以後放進來 再來我們再調進水 就調一些水進來 然後就去攪拌 然後攪拌完之後做成麵糰 就進去25度C的發酵箱 發酵箱去發酵個一個小時 就做成那個包紙的外皮 那個外皮那一層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麵糰去攪拌 做成基本的麵糰以後 等一下我們要整形做包紙 好 那另外的那個餡的部分呢 餡的部分呢 包紙的餡我們就是用了蔥跟絞肉 半斤的蔥 不是 半斤的絞肉 好我們現在看喔 這個包紙的內餡部分 我們是用了半斤的絞肉 那大概有四兩左右的蔥 那至於它的蔥的尾段呢 我們也把它切切在一起 因為我們今天的包紙 並沒有加其他的蔬菜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蔥的尾段 那個切切細一點 然後呢跟這個蔥拌 那拌完之後呢 我們就用醬油啊 用一點醬油啊 胡椒鹽啊 然後胡椒鹽跟這個 就調味 調味 適當的調味 然後再加一點香油 香麻油放進來 剛剛我們已經發酵一個小時的麵糰 整形 整形 整形分14個 所以切 我們現在 就稍微 他就 他就 你 他就 他就 你 你 我 我們現在 我們把它做成圓形的饅頭 我們把它做成圓形的饅頭 所以呢 大概就是 做成十四個四個左右這樣子 我們把每一個麵團整形成圓形的饅頭 我們把它做成圓形的饅頭 整形的時候 你只要把饅頭放在掌心中 整形成圓形的 那整形完之後呢 大概有十五個小饅頭 我們就放進去 放進去再 後發酵 後發酵大概三十分鐘 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放到蒸香去 把它蒸 到二十分鐘大概就可以了 十五到二十分鐘的 的時間呢 就可以把它蒸熟滿頭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 做饅頭的部分 我還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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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還要吃 我還要吃 你回家 我還要吃 我還要吃 -大臣的我又要看一看 -大臣的我又要看來 -大臣的你們就用這個 -小臣的,好了 -開臣的,好多�� -你可是小臣的 嚇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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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習慣會流沙漆 快欸 嚇死你了 嚇死你了 欸 我來幫你打 嚇死你了 嚇死你了 好爽喔 你要不要在 不是 他用手搓 我愛 如果我們在搓的時候 用手搓的話就是 利用大拇指 利用大拇指的力量 在掌心裡面 用推的 用推的 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推出來 每一個都整形過 每一個都整形過 你看 可以嗎 你可以繼續整形 可以 要整形 讓它光澤 讓它的那個 上面這一層光澤 你不要讓它 你不要讓它 太晚了 太晚了 小戲 我跟他還有 你讓它倒車給炸 所以記住 記住這個大拇指的力量 推 這樣看得清楚嗎 就你放在掌心中 推過來 讓它有點空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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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你先去看他拿點 不是你 或是我 不是你 或是我 那時候 你先去看他拿點 不是你 你 那時候 看 那時候 你 好我们把它做好整形之后 放进蒸香 放进蒸香 没有放进蒸香 10分钟到20分钟的后发酵 我们先把已经发酵完的面团 切分成小小的一个 那小小的一个呢 就是要把它做在手挡上 做成一个小面团 然后塞入这些肉馅 等一下我们调肉馅 就是绞肉加葱 然后再加这些 好 好 我们 在这边 每人打 每人打 门 都是 DA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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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調味,調味就是加一些胡椒鹽,還有醬油 這樣有一個大匙15毫升左右,補到15毫升 好,我們把包子的內餡調至OK 我們把肉餡調好,然後做成包子 注意看喔,我們把每一個,我們可以用掌心做成一個外皮的部分 那也可以用擀麵棍的部分來做 用擀麵棍的話,我們就是在這邊 一個圓形,然後邊呢,盡量把邊擀薄 然後呢,我們再,再從這個 中心的地方加進麵,這個肉餡 我們把中心的地方加肉餡 加完之後,利用大拇指跟食指提開 提開之後,用大拇指摺 大拇指跟食指的力量摺 然後,然後,左手的大拇指,把餡 壓進去 這樣子 這樣子 做成 肉包子 OK 這樣可以嗎 這樣同學有看清楚嗎 如果再做一次給你看喔 我們如果覺得,你如果覺得麵糰太濕 我們可以在這邊撒多一點麵粉 然後你在,你在這裡 壓了以後,稍微推開 用擀麵棍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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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開之後 這樣子 油 油外往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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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鐵 刀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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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做成包子的樣子 謝謝 來 把麵團稍微弄成圓形之後 由內 由外往內壓 把邊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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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對 好 可以了 中心的地方會比較厚一點 中心的地方會比較厚 旁邊會比較薄 可以 好可以了 然後利用 拇指跟食指的力量 把那個 麵皮邊的地方折進來 好 那繼續這樣子把它做成 包子的形狀 後發酵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的形狀有變大 因為它有後發酵 就繼續把那個酵母菌呢 把那個邊 邊的那個麵團呢 有膨脹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 再放進去蒸 蒸15分鐘 好 我們去拿去蒸香 蒸15分鐘 今天這個是 包子 包子的作品 包子的成品 大概就是蒸 30分鐘 20分鐘到30分鐘 是可以的 你這樣的大小 大概是20分鐘 就可以了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是用蒸香來把它 完成 完成包子 這個做法 好 那今天呢 我們今天的包子 就做了 今天